南投縣總工會在南投縣總工會理事長 縣議員曾鎮言的主持下 也召開109年勞工幹部講席 叛營演講的方式 讓總工會成員更加了解勞資關係 及工會的情況 是我們的南投官總工會 這個做上課 有說到這個勞資關係 我剛才就是來做一個工師 來講這個勞資關係的這個重要 一定要勞資關係的一個大家庭一樣 同樣老闆對老闆要好 要有勞 老闆對老闆要視聴 老闆的互動很好 整個工廠的頂端就這麼不利 就真正順利 就要做第一步比第二章說 就是我們要有這個觀念 縣議員張家澤當天也到場參與 並指出感謝總工會理事長等相關人員 以支撐經歷向會員分享 過去在工會的情況 以及勞資雙方失誤的案例 讓工會的成員更加了解 今天很高興來到我們南投縣的總工會 參與他們舉辦的幹部講席 那會中也邀請到非常多 不管是理事長或常務監事等等的講師 來講解他們過去在工會的一些情況 還有一些勞資雙方失誤的案例 我想這個可以讓我們這個工會裡面的會員 更加了解這些相關的情況 也很感謝總工會辦理這樣的活動 那今天也很開心來參與這個活動 南投縣總工會理事長 縣議員曾正言表示 為了讓總工會成員們了解到勞資關係的重要性 也以演講的方式向大家分享 讓成員們能夠更加了解 老闆與員工的關係 讓事務更加順暢 就是說我們台灣的牧財的大老闆 孫阿海 孫阿海過去是事業很好 他就是有量 對原工事實在很好 對原工如果當作自己的租路一樣 沒mitter不管 73年 書城都是一樣 南投縣總工會 在南投縣總工會李事長 縣議員曾正言的主持下 也召開2009年勞工幹部講席 并以演讲的方式让总工会成员们 更加了解劳资关系的重要性 也期许总工会的成员们在听完演讲后 能够确实了解到劳资关系的重要 让事物更加顺畅 记者邱平均南投采访报导